但是我那个寒假的时候 我写了一个那个多宝塔 然后又是去 因为春季去年春季的时候 咱们学那个小荣诗册的时候 我还在那个四海的网络 上了一个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来着 林飞经 对 当时写林飞经 就是就是怎么能把那个 写的特别的小 就特别的struggle 后来那个写的比较小了 但是但是我觉得 之前咱们上的是叫做什么 那个王羲之的那个蓝婷旭 我觉得林飞经和那个蓝婷旭 还是有一些连接的 但是最后写出来的那个效果吧 变成小凯了 但是他那个结构 那个字型 我觉得就不够舒展 结果这个寒假 我又重新就是写了一下 我没有去刻意的去写 忘小写 但是我觉得那个 写完这个多宝塔以后 这个笔画就是调整 然后再去写林飞经 我觉得那个字看的就比较那个 外冲 就是比较饱满 我就比较自行 我看的就比较好看了 我觉得这个多宝塔 这个凯书这个笔画的调整 还是挺有帮助的 我挺高兴的 挺高兴的 把作业贴上来 作业啊 那个林飞经的 还是多宝塔的 有就贴上来 没有关系 我们都可以贴 好的好的 我先贴一下 谁还想说一下自己 这个寒假期间都写了些什么字 利隆要不要讲一讲 我大概算了一下 多宝塔一共是两千多个字 我们修学修课期间大概三十天吧 就是说一天你要写 基本上六十个字 六十多个字 六十几个字是很容易写到的吧 就像我昨天星期五是最没感觉的 就写了六十个字 就是觉得最那个 就是反正就说 反正写吧 就是我觉得觉得练习 就是要多练练到一定程度的话 就觉得会有一点点提高 提高之后又有点兴趣 但是就是说又会过 就是又会比较平 就是说没有什么提升 然后就这样高高低低 就这样往上走吧 很正常 很正常 那么这个学书法的 这个也是上海有一位白焦 白焦先生 大家以前我也提到过 他的这个经验的话 他有个书法实讲 中间就讲到这个学书书法的一个过程 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的 这么一个碰到问题 解决问题 然后又碰到问题 又解决问题 一个叫做阶梯式的进步 不是说一条这个直线 不是线性的往上进步 而且是越到上面越难 那么每一次这个 你理解了什么问题 解决了什么问题 认识了认识到一点 这个快乐都是很多的 利隆说的很平淡 但是我相信的话 就是说你每次有点进步的话 心里是非常高兴的 就是就是 所以有的时候都不好意思 我觉得网络写书法 怎么感觉有点像 像谈恋爱似的 这个是第二春到来了 还有谁想分享分享 没有了 还是不好意思分享 等会分享也行 那么我先讲一下 这个学期我们这个 大概要做些什么事情 我们这个主要的话 就是说上次这个 大家有一部分同学的话 想要继续写多宝塔 这个一点问题也没有 那么有一部分人的话 愿意开始写增作位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那么我也知道 还有一些同学想写别的 比如说刘大医师今天没来 那么他是准备要写这个 夫子庙堂碑 空子庙堂碑 都可以写 没有问题的 咱们就是 希望大家就是说主动的 找到自己最喜欢的贴纸 慢慢的写 在这个写的过程中 就像丽容刚才说的一样 那么你有时候就会找到 这种恋爱的感觉 再次恋爱的感觉 那么这一次课程简介 基本上是这样 有几大部分 那么有一些 可能对大家的这个 有些要求会比较高一些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去 去务点力 在写的方面的话 一方面的话 就是我们要认识增作位 这个文字的这个识和读的话 这个 大家如果手上有这个大红袍的话 上面都会有注解 那么我大概不会花太多的时间 去解释这个 在大红袍旁边的话 都有注解 有红字 还有这个黑字 好像是三种颜色印的 那么 每一个词都有解释 然后这个历史 这个背景的话 也有解释 那么我不准备 花太多的时间 那么以前也是讲过的 那么重点的话 就是说给大家 讲解这个笔法 字的结构和这个章法 那么多宝塔的话 就是说大家如果是继续写的话 那么也是就是说 这个笔法和字的结构 咱们继续加强 那么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要求 那么这个以前没有跟大家要求过 这次也给大家要求一下 就是说每个星期 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创作一件作品 创作一件作品的话 这个听上去好像是 是比较这个challenge 也比较有挑战性 实际上 不是特别困难 但是我会给大家讲 怎么样去 做这样的创作 然后下一个就是笔法演示 然后创作演示 那么就是我开始写的时候 我怎么样来写 怎么来写一个写件作品 那么这个最最重要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 在写作品的时候 希望大家能够放松自己的心情 能够忘我的写 而不是担心这个字写的好 还是不好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然后就是作业点评 基本形式是这样 那么我希望的这个形式的话 就是说 一次讲课的话 主要就是讲一些 做一些演示 然后再做一些讲解 然后还有一个 在另一方面的话 我在考虑的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说 关于这个多宝塔 或者是蒸作味 这个已经讲了很多了 所以说 从这个书法史的角度的话 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讲 那么我想就是给大家讲一点 这个书法美学方面的东西 那么这个书法美学方面的东西 因为我本人的话就是说 对书法美学方面的 美学方面的话 读的不是特别系统 也认识的不是特别多 尤其是关于哲学美学的这一方面的话 我这个不是很多 挖掘的不是很多 因为在我本人的这个理解来看 哲学本身应该是作为一种 美学研究的对象 那么这中间的一些参考书的话 我们可以看的话 就是美的历程是笔则厚的 他是一个比较正统的一个美学家 美的历程的话 他主要就是介绍中国古代的 这个艺术史实际上是 他把中国古代的这个美艺术品 从这个青铜器 一直到后来的文人化 那么他都做了一些这个 从美学的角度做了一些解释 当然了 他作为一个传统的 中国的这么一个美学家的话 他的基础的话 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 唯物主义的理论 就是所有的 他的这些怎么样来解释一个美 那么他都是从一个 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角度来解释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理论的话 就是这个叫上层建筑 是决定于这个所有的 这个决定于这个基础 决定于所有的物质的基础 那么这个是他的基本上的一个看法 那么他解释所有的这些东西的美学 包括了这个书法的美学 那么他都是认为 都是基于当初 这些人民的这个生活的状况 这个是一个方法 那么这本书的话 如果是大家没有的话 可以去买 或者网上应该能够下载 然后另外一本书的话 跟这个有关的话 叫中国书法理论体系 那么这是一个法国人 熊斌民写的 那么他本人是一个雕塑家 他的这个理论呢 在这个体系里面呢 他把这个中国书法 他分成了大概是九个 还是十三个体系 我忘了 他每一个体系呢 有这个辱学的 有这个道家的 还有这个佛学的 然后还有这个建筑学的等等 非常奇怪的是一个东西 就是他这些东西 他放在一起 是一个非常杂乱的一个体系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体系 那么他就是按照 他自己的理解 来解释这个中国书法的形态 而不是去解释他的这个理论 那么他本人是一个雕塑家 也是很有名的 很成功的一个雕塑家 当时他对中国书法 书法家 也有过很大很大的影响 这个是我不太理解的一个现象 然后另外一个 比较传统的一点 就是一个现在北大的一个大教授 叫朱良智先生 他有很多这个书 那么这个南化十六关 是他写的比较 比较厚比较长的一本书 我可以给大家看看 书是什么模样的 如果大家镜头上可以看到 他的书有这么厚 南化十六关 这个南化的话 他就是主要的话 他就是用这个禅 如果古代禅宗的这么一个理论 去解释 中国的这个古化 他中间的各种各样的他的观察 那么他的一个重点的话 就是说这个禅 中心的话 实际上是希望能够体验 能够找到这个生命的本质 那么他都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那么他的理解的方式很有意思 他是把所有的相关的中国古代的这种 这些画家他写的这个文字 还有诗啊 跟他的这个画对照起来看 那是比较有趣味的一本书 但是非常厚 那么这个也是可以大家去看 但这本书估计一定要去买 很厚的一本 如果要凑分量的话 是很容易的 然后另外一种的话 就是所谓纯粹的结构美学 这个结构美学 就包括了这个陈振联 书法美学 陈振联的话是浙江大学 应该是浙江美术学院的一个 毕业生 中国第一代的这个书法研究生 他这个书法美学 他的观点的话 就主要是从这个空间的结构 和时间的这个分布上来 理解这个书法 他美在哪个地方 他应该是一本 在中国书法美学研究上 属于一种比较开山的这么一个著作 这个书也写得很好 大家可以可以去买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书的话 我就有一本书 大家看一下 我的手上的这一本的话 大概是这个模样 那么另外一本书的话 现在陈振联的话 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 这个副主席 中国文联副主席 现在这个职位相当高了 然后另外一本书的话 就是书法的形态与阐词 这个是邱正宗 邱正宗 现在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个教授 那么他写的这个书的话 是现在的一个印本 很多的印本当中是这样的 那么他的这个理论的话 主要就是从这个 解释这个书法这个线条 为什么这个耐人寻味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结构 还有这个章法 这个结构 还有这个用笔的一些细节 那么他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么叫做这个书法的内部运动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用笔 他讲得非常非常的复杂 那么邱正宗的话 当初的他这个理论的话 在中国这个书法内学的研究上 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人家对他的一个最重要的批评 就是说他对陈振联 也是同样的一个批评 就是说他们把这个中国书法 这个研究这个理论 还有这个用笔的理论 章法的理论 时间的理论 他都解释得非常清楚 但是他们自己从来没有按照这些方法去写字 那么这是对他们的最大的批评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意思 就是说他们不会写字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认为的话 应该是这个任何美学发展的一个方向 就是心理美学 没有一个什么太系统的著作在里面 那么这个最系统的 讲的比较系统一点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个人写的一篇文章 那么叫中国古代书法理论 和进化心理根源 我估计同学里面 有人是基督徒 那么听到进化的话 可能是不会太高兴 但是的话 你如果是把这个进化 直接换成上帝 这是相通的 在我的这个观点里面 这个讲的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你不管是从心理上 或者是从这个视觉上去理解这个书法 那么它最重要的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视觉看到它 然后通过我们的心理去感受它 然后这个心理在感受到它的时候呢 就会把我们以前的经验 包括我们这个先天的一些经验和一些后天的经验来结合起来 然后在这从中间来产生一个共鸣 那么这个共鸣的话不是纯视觉性的 那么也包括一些语言上的 文字上的和一些思维上的 是一种非常非常复杂的一种组合 那么我相信的话 就是将来如果是我们要深入研究这个美学的话 那么心理学 甚至包括这个人的这个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功能 那么这个是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一个切入点 那么我在想的话就是说有时间的话 我就是说把给大家把这些理论的话稍微解释一下 也应该由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讨论 那么关键的话就是我们把这些不同的这个理论 不同的这种方法 我们来应用来解释 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在写的这个真作位 和这个多宝塔或者其他什么字帖 那么我们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用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它为什么美 主要是就是从这个基本的这个意愿是这样的 那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多深我也不知道 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这么一个探索 因为每一个人的话我是相信每一个人的话都有自己的经验 那么对世界有自己的认识 那么同时也就对我们这个书法有其共同的认识 大家到现在有没有问题 大家觉得这个有没有这个道理 对这样安排觉得是合适呢还是不合适呢还是应该做一些调整 非常合适 非常合适 下一次海运的重量加上这些书就够了 就是 绝对够了 那么如果还有一些其他书的话 我也可以再继续推荐给大家 那么这些书的话就是说 大部分这些书我应该说一句实话就是说 适合于睡前阅读 一般读到第三页左右就肯定睡着了 当然了对于对于一些喜欢思考的同学的话 那么这个也许就不太一样 那么如果是大家这个也有兴趣的话 就是说从各个方向去去理解一下 也许是一件好事 那么另外还有一本书的话 也给大家推荐过的 那么这个书就是于这个北大的方建勋博士的这个 自美在何处 那么它基本上是对中国古代的一些名作 都做了一些这个解释 它这个解释的话不是特别的系统 但是就是对每一件作品 它都有一个诠释 从书法的这个 就是基本上就是讲解它为什么美 那么这个书的话 大家也可以没有事情的话 可以重新拿起来读一下 我知道有些是新同学加入这个班的 那么可能手上没有这本书 那么也可以买 或者我这里好像应该是有两套 那么也可以从我这拿去 就是告诉我一下 我可以放在门口 然后拿去读就好了 好吧 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讲这个 先讲这个争作位 为什么要讲这个争作位 大家如果是去了解这个争作位的话 大家手上的大红袍里面的话 最前面这个简介都会有一些 那么它的起因的话 是因为当时有一个 有一个大将 一个叫菩社 或者叫菩叶 郭英义 郭英义 当时位置的话 就相当是一个成像 左右成像的一个位置 那么事情的起因呢 是因为当时 郭英义 他非常 就是说在几次 这个拯救这个皇帝 攻占师弟的时候 非常功劳非常大 所以他这个权高位重 影响非常大 但是呢 当时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人物 叫于朝恩 于朝恩是一个宦官 那么当时这个皇帝是谁 我忘掉了 中国古代这个宦官 对皇帝的影响 大家都是知道的 从来没有见断过 那么这个于朝恩 到了一个什么位置呢 就是说 下面的人 要跟皇帝说话 都必须通过于朝恩 这个于朝恩 如果是他 这些咒章 怎么都是他看 选出来之后 才给皇帝 但是呢 同时这个于朝恩 不只是因为 他是有这么大的权力 而且他是也是 对这个朝廷是有功劳的 那么他是带过兵打过仗 所以皇帝特别信任他 但是郭英义呢 就是为了羡慕这个宦官呢 在两次这个朝廷聚会的时候呢 就把他的这个位置 没有按照古代的这个礼仪来安排 而是把他的这个位置 放在这个上书之前 那么这是不符合当代的礼仪的 那么这个严真卿就写了这么一封信 就是给郭英义指出 这件事情你做的不对 这个是有大问题的 那么这些的这个书法作品 那么流传下来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真作未贴 或者论作贴 所以从来没有寄出吧 否则怎么会保留下来 这是一个草稿 这是一个草稿 不知道有没有寄出去 这是一个草稿 这个草稿为什么都说他是草稿呢 这个开头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写的11月 他没有写这个是某 他还没有写 那么就是一个草稿 这个草稿肯定是没有寄出去的 那么他腾正稿的话 他会把这个日子填上的 然后再寄出去 但是历史上没有记载这封信 是不是寄出去了 或者是这个郭英义收到之后 有什么反应我们都不知道 那么最大的反应就是 我们后来写字的人 对这个这件东西 这个反应特别强烈 为什么要写这件东西 有几个重大的原因 有几个重要的原因 一个是他的这个 这件东西在中国书法史上 非常非常的独特 它是一件草稿 这是纯粹的一件草稿 那么有人说这个蓝亭序也是草稿 但是也有人说这个蓝亭序 实际上已经是 至少是超过一遍 超过两遍之后的草稿 因为上面改动的地方 已经相当相当少了 那么这件东西的话 也可能不是第一件草稿 但是至少的话 就是比蓝亭序那个草稿 更加草稿 那么因为它是这么一件草稿 那么中间的话 它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么一个特色 在这个 这米福这么评价它的时候 你们那个大红炮上面 也应该写的有 那么它是这样说的 此帖在言最为结实 想其忠义奋发 邓挫欲区 最重要的是几个字呢 叫义不在之 天真庆路在于此书 什么叫这个义不在之 就是它写字的时候 它没有去想这些字 要怎么写 怎么写才好看 或者过要用什么样的笔法去写它 所以说它就天真庆路在于此书 就是说它心里面怎么想的 那么就随着这个字就表达出来了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在这个禅宗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就是说是直接把里面心里的东西 就反映在你这个写的这个 写的这个字里面 那么叫什么呢 就是说直接的对你的生命 当时的一个状况的这么一个体现 或者叫用一个比较玄的这个话 叫观照 观的话就是观察的观 照就是照射的照 一方面是自己内心 就是望自己心里面看 那么毫无阻碍 就把这个字就写出来了 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了 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话 就是把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样写的 那么就完全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悲愤 不高兴等等的这种思想 就直接就投射到你这件书法作品当中 那么一个观一个照 照的话就是从内到外 观的话那么就是从外到内 那么它造成的这个特色呢 就是说有转奏器 转奏器是什么 那么以前我们这个写这个 吴昌硕的小龙诗的时候 我们也讲到这个传书的评法 那么就是他在写的时候 他是用了这个传书的评法 在写这个字 那么这个是他已经 就是他这个笔法当中 很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他在没有想的时候 那他就是用手在写的时候 那么自然这个转奏器 他也就体现出来 那么在这个字的这个结构上 他叫自相连锁 那么这个是一个他的章法 然后诡异飞动得意意外 就是这些字 他没有去想他要怎么样写 但是他写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字型的这个结构 都非常非常的独特 往往有些字 不是说我们能想象 努力去追求想要怎么样写 才能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讲 从这个美学的 或者哲学的角度来说 看的话 或者是从这个艺术创作的角度 来说的话 就是说他完全是处于一种状态 一种忘我的状态 能够把自己的心里面写的 完全表达出来 这个表达的话 虽然他没有刻意 但是自然而然 他就达到了这么一个层次 那么这个是我们禅宗里面可以讲 达到了一个真实的生命的 这么一个反应 那么舒适的话 对这个贴子的话 他也有一个评论 那么他的这个字 那么一个是他是讲 词比公他书 就是说这件书法 比颜真卿其他的书法 尤为奇特 那么他讲的这个事情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讲这个真作为 跟颜真卿其他的书法相比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的奇特 奇特在什么地方 信手自书动有姿态 那么他就是 信手就这么写 写出来就很有各种这样的姿态 而这种姿态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那么是完全反映了 他心里面的一个 心理的状态 那么我就希望就是说 大家学习写这么一件东西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去学习他这个笔法 另一方面也要学习 他的这么一个忘卧的精神在里面 那么我想的话 这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这次给大家推 让大家开始写作品 就是希望能够大家 不管自己写的好不好 那么能做到一个信手自书 信手自书 这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在这个地方 有的话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就继续 好没有 都被这个吓到了 吓住了 好 那么我们在写这个真座位的时候 那么有两个东西可以参考 那么一个是记子稿 大家手上那个真座位里面 有没有这个记子稿 不知道 有呢 有呢 大红袍里面有 大红袍里面有 那么 大家在写这个真座位的时候 那么也要参考 就是我昨天看的话 好像这个 这个露西亚是说 很多地方看不清楚 那么你看不清楚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可以到这个记子文稿里面来看 类似的地方它是怎么写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对它加深一些理解 那么也可以回头大家也可以就是说这个记子稿也可以剥写几遍 因为记子稿说来的话相对比较比较短 刚才忘了讲 那么大家如果是去 是去数这个大红袍的话 那么这个真座位的话 一共是有14页 14页 那么我们这次 这学期的课 我想大概好像是16次或者是17次 那么基本上就是说 大家一星期的话 要写一页 那么这一页的话 我希望大家的话也能就是每天至少写一遍 如果是写这个大家是决定要写这个真座位的话 那么就是每天再写一遍 至少这一页就把它写下来 那么这样的话 在写的时候刚开始第一遍的时候 我们要去体会它这个笔法 它这个字的这个结构 那么写到最后的时候 就希望大家能够比较脱开这个字贴 来做到这个信手自书的这么一个状况 这个要做到这个信手自书的这个状况的话 那么有几点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点 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字的结构 在这个贴子里面不是非常的严格 那么大家记住这一点 就是说每一个字 你没有必要把它写得非常非常的像 没有必要把它写得非常的像 那么重要的就是一个是笔法 能够做到一个比较自由的书写 学会这么一种笔法 能做到一个比较自由的书写 然后还要学到一个下面的一个就是字相连组 就是说我在写上一个字的时候 我能够把它跟下一个字连起来 那么这样在写这整个这一篇作品的时候 或者在灵犀它的时候 我不是说把每一个字拿出来单独为正 而是每一个字的话 字和字之间的关系 我可以开始进行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么一个考虑 那么大家可以去回头可以去自己制定一个计划 那么我想周一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字的结构上 这个笔法上面 周二的话 那么可以就稍微放在字的结构上 和这个笔法上稍微放松一点 然后到再往下的话 我们慢慢的就把它倾向于转化为自己开始自由的书写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做 这个字贴的话跟这个多宝塔完全不一样 多宝塔的话 你基本上没有松动的余地 如果是写的跟原贴差一点的话 这肯定就不够好看了 不是说它就完全不好看了 因为我们只能是无限的慢慢的逼近 但是的话 楷书就是相对说来比较严格一些 但是形书 尤其是我们讲到这个真座位的时候 它不是非常非常的严格 你这个字的大小 字的结构 那么都有很多的活动的余地 我们需要做到的话 希望能做到的 不是说跟这个原贴一模一样 而是能够做到一个信手制书 然后每周能够创造 创作一件作品 好 刚才讲到如果是这个原贴 真座位的话 这个笔法的话 如果有看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到这来看一下 同样的 那么我们需要做到的话 就是说把这个基本笔法给做对了 但是没有必要跟做的 跟原贴一模一样 跟他做的一模一样的话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的这个时间有限 我们需要更多的学习的话 是他的精神 然后在做到这个学期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能做一些创作 这个创作你写凯书也好 写这个形书也好 那么我们都希望能够达到一个 一个想怎么样写 就能怎么样写 而不是说斤斤计较 我这个字又写得不好 这个写得不好不要紧 历史上能够把字写好的人的话 毕竟还是少数 行 那么大家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行 那么第二个这个参考的东西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何少基 您的这个 真作位贴 这个真作位贴的话 主要就是给大家一个 也是一个 一个不同的这个角度 来认识这个真作位贴 我们可以看到何少基 这个真作位贴的话 跟他的原贴完全是不一样 他是把每一个字 他都单独开了一些 而且他的笔法相对原贴说来 也相对规范一些 如果是 同样的话 如果是就是说你这个原贴 看不清楚 或者是看不懂 或者是这个记制文稿 也有一些地方不太清楚 那么你可以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参照这个何少基的这个写法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说 又是另外一个方法 你去把它给他逼近 那么这是 大家有没有问题 到现在有没有问题 我看我们就参考大海 就挺好的了 这是我下一个要讲的 如果这些你都看不懂的话 你就参考大海的 等会会点评大海的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说 以前我一直忽略的 给大家讲纸和笔 那么写这个真作位的话 那么这个纸和笔 跟我们写蓝天序 完全不一样 这个笔的话 希望是旧笔 那么大家至少在这 已经写了两到三年的都有了 那么手上应该有比较旧的一些笔 这个笔要比较旧 但是又不是太旧 因为还是需要一些笔封的 那么功夫深的那就随意 你用新笔旧笔 都应该能写得很好 那么这个 大家注意了 如果是有谁说这个笔不好的 那就是功夫不够 那么这个用的纸的话 应该是比较粗一些 但是又不太吸水的 那么基本上的话 就是毛边纸和元素纸 那么当然 下一句同样的 功夫深者随意 因为最终的话 都是看你控制毛笔 和控制墨 在这个纸上的效果 的这么一个功夫 然后这个墨的话 建议大家磨磨 那么如果是你这个磨磨的 这个贤太费实践 那就是墨汁加水 如果你是用这个毛边纸 或者是元素纸的话 那么这个差别不是特别大 但你的这个纸 如果是吸水比较厉害的话 那么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然后一个书写的速度 待会我可以演示一下 那么这个速度叫不虚不急 不虚不急的话 就是以前我给大家的这个演示 蓝亭序的时候 有过类似的演示 就是写的时候 不要着急 不要招慌 咱们把这个动作都做到位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云术 好那么看到这个 大家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问题 纸和笔 老师你说的那个不虚不急 为什么 关键的这个不虚不急 主要是讲的就是 一个速度要均匀 不要 不要一会儿快 一会儿太慢 一会儿太快 你这个速度变化不要太大 然后保证你这个 这个 不虚不虚 这个纸的话 这个墨的话 能够进入到这个纸里面 控制你这个笔的动作 那么这个的话 是我们所有写字的话 都应该学会的这么一点 一点技巧吧 待会儿我可以给大家做演示 实际上我给大家做的 所有的演示 包括多宝塔 那么这个基本的这个原则 都是不虚不急 那么是动作要做好 好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看来没有别的问题 没有别的问题的话 那么大家要不要 要要break一下 然后下面下一堂课的话 先给大家 大家是先点评还是先做一下示范 先点评 先点评 好的 那么咱们休息五分钟 好 好的 好的 那么讲到这个创作 讲到这个创作的问题 那么大家 主要给大家要需要讲的 就是说 不要把这个创作当成一个负担 或者当成一种非常非常严肃的 不得了的事情 那么创作的话 可以有很多种 那么我再给大家的话 就是三个例子 那么就是 算是我自己写的字 那么第一个 大家看最右面的这一件的话 这是一件稍微大一点的 那么高的话 也就是两尺 宽的话 大概半尺的样子 那么这 它的主要成分的话 这个形式的话 就是说 前面 抄一首诗 或者是你干脆就记一段日记 然后呢 写上你这个东西内容是什么 那么我这里是为我朋友写的一首诗 那么 然后最后 签上你的名字 盖上你的章 那么这是一件完整的作品 它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形式 那么 这个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这么一个作品 咱们讲 这个作品的话 这个创作的话 也是有一个历史的 在古代的时候是没有调幅的 最开始是没有调幅的 这个调幅的话 主要的开始的话 是明代开始 明代开始的时候 也有很多这个规矩 我们现在所说的各种各样的规矩 它也没有的 那么你去看 这个王夺的作品 它就哗哗哗大致写完 后面就写两个王夺两个字就完了 那么现在我们的要求的话 就是你要写一个 写完字 然后落个款 落款的意思的话 可以写上一些 你为什么要写这幅字 然后签上名 那么这个 这个是一个方式 那么这是比较正式的那么一个方法 那么另外一种的话 就是最左面的这一件 那么这一件是很小的一件 那么就是一件信件上面 那么高的话 就像一张我们现在的那个 一个 letter size的这么一个 paper 那么本身的话 这个就是抄的一首词 这个是皇庭间的一首词 那么称归何处 寂寞无形怒 那么这种形式的话 这个完成的话 就是说一样的 以前写上 你写的这个内容是什么 然后把你的名字写上 然后盖上两方印就行了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手上 是不是都有印 没有印的话 那么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一下 那么现在还有这个 张薇还可以为大家继续课 估计大家大部分人手上都有了 那么这是另外一种 就是说你今天写完字了 你就随便拿一张纸 抄上一首词 那么按照这个形式就行了 那么在中间这一件的话 也是这么一个随意的这么一个书写 就是一张我们现在的A4字 那么写下来 那么这个是当初 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那么方方他日记 他写了一句话叫 活下来就好 你们就把它给抄下来 然后写上时间 那么这个是庚子年的这个金写 然后书方方日 下面盖上章 那么这就是我讲的 这个所谓的创作 那么就是基本上 就是这么一个形式 那么大家不要把这个创作 当成一种负担 那么就是自己想怎么样弄 就怎么样弄 把它放松来弄 那么但是的话 就是说我们按照一个创作的形式 就是有这个书写的内容 那么有一个款式 那么这就算是一件作品了 然后盖上章 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这个创作能不能 那么这个周末的话 大家就可以看到 大家教作品了 太好了 这个创作能不能那个 好像是那个秦老师的那个 好那你是要问什么问题班长 我是说这个创作能不能 就是自己觉得ready的时候 在那个 因为因为我觉得能把这个这个周的那个那行字能写完 就已经很不错了 就已经很不错了 还要再还要再操心这个创作 觉得好像那个功课好大好多呀 这个这个问的问题很好 那么刚才他刚才用了两个字叫做操心 那么实际上要你这个创作的话 是让你不操心的创作 那么我刚才所谓讲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让你这个要创作的时候 要不操心的创作 那么就是这个基本内容的话 就像我这展示的 那么这是我写的一首诗这是抄的别人的一首诗 那么这是抄的别人的一句话 作为你要创作的时候你可以想一下 你今天有什么话特别想跟你们家小狗说 写下来就好了 然后洛尚款 某年某月某日高研书就好了 我知道了 老师就是那个就是让我们随便涂鸦一下 这个创作这个字给我搞压力太大 你要说涂鸦怎么还觉得好一些 对涂鸦 那么可以说就是一个涂鸦 那么不要是怕自己写得不好就不行 我们需要的就是要有这么一个 一个自我书写的这么一个经验 经历 明白 这个是主要的是这么一点 我们不能说我现在学习书法 写了多少多少年 从来没有自己写过字 这个就成问题 好吧 明白 那么大家还有谁有问题 没有问题就点评今天我看到的大家的作业 很高兴 大家 作业交了一堆 这个做老师的这个最大的幸福感就是 就是看到学生交作业 好 好 这个 好 好 好 現在的這個作業應該是高研的對吧 這是高研的多寶塔對吧 沒有特別的就隨心所欲的寫沒有特認真 沒有特認真這就看得出來你這個很多進步在這 就是隨心所欲的寫到這個樣子的話可以說是不是特別容易了 我剛才講的這個創作實際上就是要求你來這樣寫 就是這樣寫 那麼我能看到的話就是說基本上用筆的話 常見的毛病都沒有 是不是每一筆都寫的完美 不是的但是就是說 平常很多人寫字開始有的毛病你現在完全沒有了 這個毛病的話就是說你這個我講的就是你這個下筆收筆都做得非常乾淨 那麼就是說你這個寫字的意思已經都在裡面了 那麼需要這個這個需要改進的就是字的結構 嗯好 那麼這個像這些橫的這個起筆收筆 然後像這一納都寫得非常好 都寫得非常好 哎呀終於這學期結束了以後終於納會寫了 嗯不是每一納都寫好了哈 但是這個這個寫好了這個寫好了 這個支的話這些還稍微有點問題哈 那麼就這個弧度 這個該往下有弧度的地方 因為現在還是直的啊 要往下再稍微有點弧度 嗯 對自己也覺得好像就 因為也沒有說特別的就是隨心隨意 所以還是覺得寫得挺高興的 自己感覺了 挺高興的哈 咱們需要的話就是這個寫得這麼高興的這麼一種感覺 那麼這個就是說能體會到書學當中有所這個高興的話 那麼這個就是按照這個禪的這個角度來說的話 就是說已經就是說跟這個書法已經有心意相通的地方 啊 那麼就是說書法已經成為你生命中的某一個快樂的一個節點啊 這個描述是不是有點懸 有點懸 反正我還沒感覺到 嗯 感覺到 咱們以後會越來越多的這樣的這樣的描述哈 你需要能夠自己描述你自己的快樂 好 老師能看看那個麻菇那個嗎 那個麻菇寫那個是因為我也覺得這學期到底寫什麼字貼 其實到現在還沒有特別的定 所以我就想看看 要不然還是言真卿找一個新的字貼 但是我寫完這一個我覺得挺難寫的 這個其實蠻容易寫的 比這個 比這個 比多寶塔容易寫 但是你要是只寫這個的話 你要說你這個怎麼就寫得這麼難看 這個還主要是看你自己喜歡怎麼樣寫 這個麻菇的話這個有一定的難度 這個難度的話不在於它的這個 是說它這個結構 而是在於就是說把它這個整個這個 鐵寫下來 那麼有一個有一個統一性 這個統一性的話就是你每一個字寫下來的時候 它放在一起它是非常非常協調的 那麼這個就是說不能說是一個字 我寫的突然這個這個結構是成一個樣子 另外一個就成為另外一個樣子 這個可能說起來這個抽象的說的話不是特別清楚 那麼就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你這個遠字和這個無字 看得出來你都打了格子 希望能把它寫得非常非常寫得非常認真 那麼這個難度是在哪裡呢 就是你在這個下筆之前 在下第一筆之前 你就要考慮到你這個字下去 怎麼樣把這個格子填滿 那麼這個遠字的話顯然的話 那麼它是完全的是偏左了 偏左這個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這個下筆第一筆就偏左了 然後你在做其他的補救的時候 這個就很難再補救過去了 不知道你有沒有體會到你這下這一筆之後 你這一數一下筆之後 你其他的所有的結構都是按照它來做 因為你這一筆偏左了 所以你這整個字的話都偏左 我還沒有那個意識 我還沒有那個意識 那個這次就這個次寫 我覺得還是多寶塔 那個筆畫 還是在那個 還是在那個裡面想出來 所以還沒想到那個怎麼去撐 但是寫完這個以後覺得 挺難的 不好寫 你還是想再寫多寶塔 我還是想看看老師那個演示這個正座未貼 我還是就是看看那個吧 都可以 都可以的 那麼你從這個筆法上來說的話 你這個也是完全就是說 基本上是達到了這個這個 多寶的這個麻骨的意思 基本上都有了 那麼就是一些細節上還需要做一些這種這種這種 這種改進 那麼最重要的話就是一些這個 勾的這些用筆的這個方法 一定要做一些改進 好 那麼如果說我回頭去看你剛才的做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多寶塔 那麼這些很多勾的話做的很完美了 對 他這兩種是貼是不一樣的勾 不一樣方法 是一個方法 表現不太一樣 OK 好的 我還是看看老師那個示範 我自己再試試 正座未貼 看看什麼感覺 最後再進吧 好的 這是可以的 沒有問題 這個是理容抄書 抄得已經非常好了 要不要講一講 理容你自己講一講先 沒有什麼特別的想要怎麼樣 就是直接抄的 要是想動點腦筋把它可能更那個什麼更有一些有些變化吧 但是現在就是這樣 就是拿起來就抄 大家聽到了 這個理容講了一個 他沒有什麼動什麼腦筋 就是拿起鼻來就這麼抄 那麼這個是希望大家都能做到的一點 那麼大家也看到他這個字 就是現在整體看上去非常的和諧 那麼你說有沒有毛病 毛病肯定都是有的 那麼現在最重要的一點 對於對理容說來 那就是說他做到了一點就是拿起筆來 他就能寫字 寫出來這一篇字的話 你看上去基本上就非常和諧 而且他這個筆法的話下面也有很多的變化已經都有了 那麼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那麼這個理容最近的話這個進步的話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麼尤其是他能夠達到的那個狀況 就是說拿起筆來他就能寫 寫的就是我們希望就是通過寫這個這個增作位的話 也能就是說大家都達到這麼一個狀況 拿起筆來就能寫 而不是聽到這個一說要創作了 我這個心裡面就開始操心了 開始擔心了開始害怕了 這個害怕對這個這個寫字的話 是沒有沒有任何任何幫助的 那麼相信大家一聽到寫作品的時候 那麼心裡面都會有些緊張 寫出來總會覺得自己不滿意 這些都是正常的 這些都是正常的 有時候我自己寫的話也有不滿意的時候 那麼但是這個不應該成為我們寫字的這麼一個障礙 這個寫得太好了 我以為是新發現的字貼了 嗯 新發現的 新發現的字貼我覺得 寫得非常好寫得非常好 因為我澆花的時候把這個 因為我的花盆在我的書桌上 然後澆花的時候那個水都漏出來了 結果全都給它浸濕了 乾了以後我才 這個墨色也特漂亮 哎呀 這個墨色稍微淡了一點 墨可以稍微再濃一點點 但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麼大家寫這個蒸作味的時候 那麼就是也就是希望這個墨色 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稍微濃一點點 稍微濃一點點 然後這個紙的話大概也就是這個紙 這樣的紙比較合適 這個應該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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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邊紙對吧 實際上這是個滑很滑的紙 很滑的紙 嗯 對 可能就是因為它這個都浸了水了 然後那個 嗯 然後就皺了 我又給它運了停 嗯 大家還有什麼要說的 沒說的我們就翻動 好 那麼李榮的話就是這個方向繼續走 那麼靈貼的同時的話繼續抄書 好的 謝謝老師 我能問兩句嗎 問 李榮你怎麼想抄這個particular書 這個這麼好 那個黃茶 李榮老師他不是組織了一個 讀這個文選的 就是招名文選的這個小組嗎 然後讓大家就是讀一下書 然後抄一下書 所以我就抄了一下 嗯 那你現在寫的這個字體就是你自己寫字的字體 是嗎 我就是 我 對 這就是 所以我說沒有想什麼嘛 就是就是寫 所以我也不知道 這基本上就是自己寫成什麼樣就是什麼樣 有的是這個 其實 其實我覺得靈貼裡有 靈貼裡有很多的 很多的就是 怎麼互相連接啊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我現在還做不到這些 就是自己想怎麼寫就怎麼寫的 好像靈貼裡學的那些東西還沒有沒有真正的運用到 所以我覺得可能這個是下一步 希望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吧 已經很棒了 已經很棒了 你這太棒了 我我再問一句 就是說 你你是不是感覺還是你因為你靈貼靈的比較多 所以對這個字的寫法 章法都掌握得比較好 所以你可以這樣很自由的抄書 嗯 我 我覺得可能就是 其實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寫之前 我抄之前我也不知道自己抄成什麼樣 就是 就是拿起筆來就是這樣寫一些 以前就是覺得抄起來很難看 但是就是現在就是也是還是還是抄吧 就是不管它難看不難看呢 寫出來寫的時候可能也覺得 哎呀這字是不是 嗯 好不好看也沒想 然後那個寫完了就這樣 嗯 其實其實 就像老師說的 其實裡頭很多很多 嗯 不好的地方 但是 但是 原來可能挺在意每一個字寫的什麼樣 現在也就不想他這個每一個字寫成什麼樣了 就先先先往下抄吧 就是這種感覺 嗯 好 謝謝 剛剛老師說你這也有缺點 那老師說他有什麼缺點 那缺點就是用筆上有很多地方的話 他還比較太過隨意 那麼 一些細節動作做的不是特別好 那麼還有一些就是自帶結構的話 也有一些也有一些問題 那麼 舉一個小例子吧 就這個像這寫的不好 那麼這個口字的話明顯 這個像這個口的話明顯偏下了 那麼這個用筆的這個問題的話 就是說如果是大家看他所有的這一筆 他都是隨意帶上去 在寫的時候他沒有提起來 這一筆的話就是 相對說來的話要提起來 你看這一筆也是這樣的 這一筆也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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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個筆要提起來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像這樣過來 要接下一筆的時候 中間他有一個轉換的過程要提起來 那麼像這個地方的話這一筆就做得比較好 提起來 點下去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這個Mari是個好學生 那麼大家自己還可以去挑毛病 都可以挑的 這個完美的一幅制度化是沒有的 每一幅制度化它都有它的這個問題 都有它的優點都有它的缺點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這個雙利人的這個寫法的話 就是這個地方不要有這個像 像 像 右下斜的這麼一個角度 這個不要 下面這個部分 基本上是要垂直的 甚至是向左偏下去一些 雙利人 哪啊 沒看見 這個 這個是一個後者 這邊應該是個雙利人 看到了嗎 就是我這個MOS的這個位置上 沒有 沒有我看的是一個孝子 沒有我看的是一個孝子 那你還得等一等 我這個MOS的這個位置 你看到了嗎 最左邊 最左邊 看到了 我這個給放大了 所以我就沒看見 對不起 行 相當不錯 老師我能再問一問題嗎 如果我們要能夠寫到理容這程度 那你是不是特別高興 你們能寫到現在的程度 我已經特別高興了 能到理容這個程度的話 我就更高興了 好 謝謝 關鍵的話 理容的話 就是說最近也比較掙扎 他一直比較掙扎 掙扎的話 就是說這個超輸的時候 他剛開始都也很緊張 那麼現在他能做到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他超輸不緊張 這個非常重要 對 因為以前老覺得 以前也沒有覺得這個超輸到底什麼概念 就覺得每一個字都要寫的 就是好像 好像 腦子裡似乎有那個過去字貼裡的字的樣子 但是又 又好像到時候自己落筆的時候 超輸的時候又想不起什麼樣子來 所以每一個字好像都在想 但是現在就基本上就是說 就是按著自己的意思去寫就好了 所以我想這也就是老師 為什麼說讓咱們這個進行塗鴉吧 創作創作 塗鴉的話這個太理解了 要說創作 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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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毅師今天沒來 他這個鈴的話是這個孔子廟堂碑 那麼有幾點 這個 或者班長可以幫著記一下 他這個缺點在哪裡 一個是他這個這個 用筆的話都比較比較含蓄 那麼這個是原天有的 那麼這個 要注意的一點就是書法上 我們講這個用筆含蓄的時候 不等於它模糊 但是的話就是 劉毅師這件東西的話 它不僅含蓄 而且有些地方它很比較含糊 含糊過去了 這個含糊的地方的話 有幾個地方 一個是這個漆筆收筆 它不是乾淨立落 那麼都是 都有一點這個 就是說看著 不清晰吧 就是說它這個看著不清晰 我不知道大家 大家明不明白我講的 講的這個意思 我給大家 你能舉個例子嗎 就是比如說哪個字 那個齊筆收筆 不清晰 好 那麼我在講的這個 這個齊筆不清晰的話 我比如說 收筆吧 齊筆收筆它不夠清晰的話 就是像這個橫這個地方 有點模糊 為什麼 它不夠這個這個 沒有出這個這個冷角 那麼出冷角比較清晰的是這個地方 這個王字 大家看到了嗎 這個就像是大家這個 還是從心理學的這個角度來說 很多東西的話 就是說你看著 比如說很多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種 人家設計的很多東西 它給你一個整體形象 比較這個含蓄 比較圓呼呼的 你看著很舒服 但是你要注意去看它的細節的時候 它一定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它每一條線條 它都是非常清晰的 你去看這個汽車的設計也好 你這個電話的設計也好 它整體形象 它是比較溫和溫柔的 但是它具體到每一個細節的時候 它一定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在寫這個書法的時候 要注意到一點 就是說儘管這個書法 它整體的話 看上去應該說是比較含蓄的 或者是比較溫柔的 比較綜合的 但是它在細節上 一定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它要出冷角的地方 它一定是要觸角的 那麼具體到Jerry的這件東西的話 實際上也就是這個筆的地方 像前的尾這兒 在旁邊 像比如說這個屎這兒 它這個起筆這個地方 那麼它一定要非常非常清晰 它這基本上就是它 它這個是模糊過去的 那麼要清晰是什麼樣子呢 像這個地方 這個性子這個地方它算是比較清晰 這個鏡子這個地方也比較清晰 那麼這個叫清晰 就是要出角 要有冷角 那麼這個我們就叫它叫清晰 這是一個就是在用筆上 它們要清晰 我估計它這支筆比較舊了 所以說它這個要做得很清晰 不是特別容易 那麼這是一點用筆上 那麼字的結構上 字的結構上 這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這個中心要收攏 然後這個字要向四周打開 那麼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像這個窄這兒的話 那麼這個斜鉤的話 它要拉出去 還有再長一些 要向兩邊要打開 把這個字撐住 這個另這兒也是一樣的 那麼這個左右的上面這個人 它要拉開 然後這個方這兒這一橫的話 也需要拉開 那麼這個根這兒也是這樣子 這一納的話要拉開 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到 這個納這個出風的時候 它會非常非常的模糊 大部分的這個納的出風 它都非常模糊 那麼這個地方的話 是一定要出這個冷角 那麼像這個儀這兒這個位置 這個冷角就對了 今天它這個就先點評這麼多 那麼它等它在的時候 可以再 我記下來了 都記下來了 都記下來了 好的謝謝 我覺得這個夠 夠它一個學期去練的了 一個學期去練 不好意思 我不能隨便亂說話 我不能隨便亂說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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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是Mary的對吧 對 這是我的 你這個花了多少時間 你這寫這兩邊 我這寫的時間長了 一邊起碼半小時 一邊起碼半小時 那麼這個的話 給你的這個建議的話 就是說 第一天你一邊寫半小時 那麼第二天的話 你要把它壓到這個20分鐘 第三天15分鐘 是 我這星期開始這麼做 好 要壓下去 堅持每天都能寫 那麼就寫這一頁 那麼 你這個字的結構 什麼的話 應該說都沒有大問題 那麼這個用筆上的話 有些地方太尖 這個嚴肅的一個很大的 重要的一個特點的話 就是它這個起筆 用筆的時候 這個筆封的話 它都要長住 但是對你說來這個不是大問題 咱們先不要去管 這麼多太多的細節 那麼我講的話就是說 比如像這個地方起筆 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地方 繞過來的時候 那麼它這個筆的話 都是一下就按下去 好 等會我做示範的時候 可以給大家示範一下 整體說來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要的是這個效果 但是你這個速度要上去 是 你有什麼特別問題沒有 有 我就說 我就說 就像老師講的 它有的地方 它特別圓 但是有的地方 它又很尖 比如它那月子 它那個樹溝 它又寫的 就有點像那個 就像楷書一樣 很對 我就覺得這兩個東西 我就掌握不好 因為我只能使勁的看著貼 然後去做 但是我不知道它為什麼 你不用管它去為什麼 就照它的方法做 那麼現在 就像我剛才說的 剛開始寫的時候 你可以慢一點 那麼但是這個速度 在整體寫的這個過程中 你這個筆不要停 包括你在看字貼的時候 這個筆不要停 就是你在邊看邊寫 這個要學著去做 不能說是我看一筆寫一筆 看一筆寫一筆 現在要把這個習慣要改掉 就在我在寫的過程中 這個筆 在看的過程中 這個筆就停 那我看 我是看一個字寫一個字 那行嗎 看一個字寫一個字 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說 你在寫的時候的話 就是不要停 你看 比如說我看這個字 看了之後 這個寫的時候 就是說 你不是說我看的時候 這個筆就停了 明白這個意思嗎 哦 看的時候 這個筆還要跟著在動 就是說基本上是 有點挑戰性 這有點太難了吧 你需要去學習一下 需要去學習一下 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咱們把它分開 然後在慢慢在寫的時候 要把這個東西給結合起來 尤其是像這個真作為這件東西的話 因為它寫的時候 它是連綿不斷的在寫 它不會是說我這個寫到這兒來 然後我聽到想想下一個字怎麼寫 它這個字和字之間的這種關係 我們只有用這樣的寫法 然後才慢慢能夠體會到 大家誰有這個問題 我再說一句 但是我和他寫字的時候的心情完全不一樣 我是學習 他是真正的義憤填膺 因為他對那件事情不滿 所以他才寫了這個 好 我問你一個問題 現在你開始寫日記了嗎 沒有 那你寫了日記之後你就知道了 它的一分填膺的時候 就是他心裡面有話他要寫 當心裡面有話要寫的時候 那麼你就不會去考慮 你是在學習或者是在創作 或者是怎麼樣 你就把你的話寫出來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的 就是達到這麼一個狀態 就像這個李融他抄書 那麼也是 他就是看到這個字 他就把它寫出來就完了 他不去考慮這個字 我是在學誰學誰像什麼 這個是我們希望能夠達到的 這麼一個狀態 很難 但是就是說我們希望 就是說開始這樣的訓練 好的 謝謝老師 回答的比較勉強 但是還是可以的 好 這個是大海的 那麼大海的話 也可以先自己先講一講 這個是應該是心靈的嗎 這個是還是老的 大海是要講這一件還是講別的 好像就有很多 不用不用這個是我 對這張可以了 就用這張 這個是昨天晚上寫的 嗯先講一講 講啊我反正好久 我一年半以來之前 是寫最後一遍 今天昨天晚上 又又重新開始寫這個 不過這個是用一支新的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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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筆寫的 嗯嗯嗯 就是這樣 大概我用心筆寫可能有點裝逼吧 就是就是希望能夠也能寫出那種 那種鑽咒的感覺 但是好像 那種感覺又出來了 還是有點 肩扁那種感覺又出來了 嗯 我寫到後面可能稍微 稍微有點回來了 一開始就是有點很彆扭 開始彆扭 啊 然後寫到最後一行 然後一下子把那個王羲之的那個感覺 都寫進去了 不知道怎麼會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反正有點 因為最近一年到 最近一年都是在寫王羲之和那個趙孟福嘛 所以有的時候可能會 把他的用筆 會寫進去一點 這個剛才大家已經說了哈 就是說現在不寫這個這個 這個 顏真親的了 要跟著你寫了哈 所以說你要嚴格要求自己哈 哈哈 完蛋完蛋 要達到大家期望的這個值 哈哈 啊 那麼這個 你這個現在寫的話 就是說 這個方法基本上是對的 基本方法是對的 那麼 這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這個用的這個筆 這個寫法 你把它寫得太過精緻 你把這個造的這個寫法 放得太多進去 嗯 嗯 這一張你寫完 應該是沒有花多少時間吧 沒有花多少時間 嗯 嗯 那麼希望的話 就是說你現在的話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 跟Mary講的那樣 就是說你在看著寫的時候 眼睛在看貼 手上不要動 不要停 那麼這中間的話 就是這個眼睛在這個 在你的手上和那個字貼上 那麼這個是連續的在動 然後這個這個筆不停下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一些提案的動作 啊 這個這個要做 但是說就是 這個提案的時候 你要了解到它這個提案 或者牽絲 它的這個做法是怎麼樣 嗯 然後這個結構 結構的結構上面的話 這個貼的話是非常非常的不嚴謹 那麼你在寫的時候 也把它給這個字的這個結構 你要把它給打散 那麼這個禮服講的這個四個字 鬼絕飛動 嗯 這四個字去深刻 去仔細理解一下哈 這個鬼絕飛動 它不是講這個字非常非常的有規律 或者是說非常非常的這個這個成系統 而是講它這個字 它基本上沒有什麼規律 嗯 那麼就是說有很多地方 它是隨機應變的 嗯 不能就是說把它這個寫成一個 呃 寫成一個很規則很規範的這麼一個字 嗯 那麼現在我看的話就是說 你也許是很很長時間沒有寫了 那麼這個 最後達成的這個 目前看的話就寫得太過規範 嗯 把這個原貼的這麼一些精神的話 它是完全的就是被你這個規範性給規範掉了 嗯 這樣寫不是不行 但是就是說 就是它那個精神的話 就是靈我們就遠了 嗯 嗯 嗯 好的 我再去體會一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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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 就是你靈的這一張的話 確實是做得非常的精緻啊 非常的精緻 但是這個精緻的話 就是說 嗯 有一些不是發自內心的精緻 嗯 嗯 因為你可以看你這個基本上是每一個字都是獨立的 沒有這個這個貫通的這麼一堆精神啊 嗯 這個米福說的這個自相連主 那麼這就是這麼一個意思要把它給連起來啊 好 連起來的這個意思實際上的話 我們剛剛講這個張薇的時候 我們給大家講一講就是另外一個方面啊 啊 這個還是Merry的對吧 對 剛才講過了 老師我再問一下 你說大海的那個你說它要把那個打散 整個打散法啊 啊 打散的話就是說啊 把這個啊 就是要忘掉這個字啊 的本身的一些基本的規範啊 就比如說每一個字 它自己能不能完全成為一個字 這現在就不重要了 那麼重要的就是說 它跟上下左右的字他們之間的關係 然後在這個時候的話就是說 就是說你是需要忘掉 就是說你以前 呃 所知道的 所學會的這些字的這些結構 它是怎麼樣啊 啊 那麼這個實際上要達到的一個狀態的話 就是說這個 呃 就是說你這個寫字的 已經就是一個潛意識的狀態 只是要寫這個字 而不是說要把它這個字要寫成某個樣子 那麼這是一個比較 比較虛幻的一種不太實際的 那麼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體會到我想要說的 我們try to體會 try to體會 以後講書法美學的時候 可以把大家繞得再暈一些 啊 這個本身的話就是 就是一個比較 比較糊塗的一個東西 那麼我等會講這個章位的時候 我會提到這一點 好 謝謝 啊 前面那個不太實際 這個是比較實際的 對 嗯 嗯 那麼這個地方的話就是我們看到的話 就是 你這個是磨的墨 這個紙的話好像是那個包裝紙 對吧 嗯 打印 打印紙 打印紙 OK 嗯 嗯 那麼現在的話就是說 有幾個問題 就是說 你如果是就是寫的 因為你寫的比較隨意嘛 所以就比較見你的本色 啊 本色的話就是說 往往就是把你這個毛病 啊 揭示的比較多 然後你這個能掌握的地方 也揭示的非常非常的多 啊 那麼我能看到的話 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說 你對這個字的結構 基本上已經是 嗯 做的比較好了 就是每一個字都比較方 比較正啊 啊 那麼這個非常好了 那麼這個毛病比較大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在橫的這個 這個 起比的這個這個位置上啊 比如說這個書這兒 嗯 這幾個起比的話都是不夠乾淨 麗弱啊 那麼這個地方的話也是不夠乾淨 麗弱啊 嗯 那麼待會兒做示範的時候 我可以再再再給你示範一下 再給大家示範一下 這個怎麼樣做 這個才能做得比較乾淨 比較俐落 啊 那麼像這個地方的話 做的是相對比較乾淨 比較俐落 嗯 嗯 然後就有一些勾 做這個勾的這個位置的話 像這邊這邊這個結子這一勾 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嗯 而且這一勾也做得非常好 啊 因為這個墨比較淡 那麼又是這麼滑的紙 所以說很多這個這個細節都能展 展現出來啊 嗯 那麼另外就是就是 這是製的這個結構啊 嗯 那麼你這個是隨意的 我們回頭去看另外一個 這個這個你也需要點評嗎 這個這個你也需要點評嗎 我就是發了這樣 然後看我那個那個相冊裡好多舊的 我看到最值得注意的話 這個是庚子年11月11日 是 那個 就是元旦錢嘛 可能那個 放了 放了兩星期假 嗯 嗯 應該應該是說的話 就是說這個這個這個叫什麼 農曆光棍節 這個這個其實是寫的蠻好的一個東西啊 可以可以可以經常寫 可以經常寫 像是作品 像是作品 哎 那麼這個 而且是初零 那麼這個的話 也許這個這個這個形式的話 也許是比較適合 可以啊 那麼這個也是 這個答案 對 也處理也不是就是我那前前幾行 前四五行大概寫過幾次 那一直沒寫過從頭到尾 所以我寫一遍 啊 他這個這個這個貼紙的話 就是說相對說來結構上比較簡單 容易寫一些就是比較扁 比較寬啊 嗯 用筆的話就是說要 都要圓啊 盡量少出封啊 啊 那麼因為這個貼紙的話 啊 大家也都沒有寫 像前面的幾個字的話 寫的就算是比較好的啊 那麼這最後寫的話 就是要保持你這個在寫的過程中的這個 這個一貫性 啊 不要連比 基本上沒有連比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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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量避免連比啊 然後這個這個橫的這個起筆 那麼是一樣的 剛才說的那個橫的起筆的話 都是不夠挺 那麼這中間都有了一個小彎 那麼這個要避免啊 那麼這個那的話 都寫的像相當不錯啊 啊 最重要的事實上就是寫小凱 是最重要的話 是把這個筆封給藏住 收住啊 除了在那的時候 那的時候這個封的話 一定要是拉到非常尖 非常銳 啊 嗯 嗯 那麼你現在這個學習 你是打算就是寫什麼啊 我還是要那個沿家廟碑吧 繼續寫 沿家廟碑也好 嗯 那麼這個是用心比較寫的 那麼這個 就是說這個 重要的就是 就是剛才講的幾點啊 嗯 這個橫的這個起筆 它也收拾乾淨啊 嗯 那麼待會兒提醒我 我是做演示的 就專門演示一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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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起筆的這個問題啊 嗯 好 謝謝老師 好 那麼這個是是秦老師 秦老師的話 這個這個進步的話 現在大家看到 他是把每一個格子都頂滿了 啊 這個秦老師這個還應該還是這個這個 多寶塔對吧 那麼這個 注意的幾點的話 就是說這個 現在把他這個字 格子頂滿了之後 現在這個字需要成橫向再打開一些 那比如說一些比較明顯的一些字的話 就比如這個定字 是左右的寬度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一個正方形吧 那麼把左右再打寬一些 這個六字兒邊 那麼主要是一個橫向的一個字兒 這個一橫的話是非常長的 啊 啊 那麼這個 注意一下 然後還有 啊 還有比如說這個環字兒這個結構 就是說 這個也需要再注意一下 嗯 請老師是 放假期間 是不是這個也是跟立榮一樣寫了一遍 啊 嗯 我聽不到 我聽不到 這個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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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Mute 那麼需要注意的話 誒 說 原來的話 這個陳老師字都寫得非常小 那麼現在需要的就是把這個左右打開 那麼 啊 啊 請老師有什麼具體問題的話 就是在可以在群裡面 在留言 來留言 啊 真情與回答 好 那麼這個是張薇的 啊 這個是張薇寫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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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實際上 我們可以說這個張薇寫的這一件的話 就是說 不太像原貼 但是這個精神上非常接近原貼 那麼張薇你要不要自己先講一講 寫了多少時間 為什麼會想到寫這個 就是可能寫了半個小時多吧 嗯 因為我跟路西亞一樣就是 看那個想寫這個真作為帖 但是不知道怎麼下手 嗯 覺得特別難 然後也不知道那個筆畫是怎麼寫的 然後就 我就想看到這個大大紅袍 前面是有記者文稿 好像他這個墨 好像我能看出 大概看出來他的這個筆的走向 所以就想先寫一下這個 但是還是覺得 就是原貼就是看覺得非常的流暢 嗯 然後我就覺得 嗯 很難寫 就是說因為好像比如說 剛才 Merry和大海老師也提到一些 就是 這個筆法和以前的文稀之和趙孟甫都不一樣 他寫得很圓 但是他又沒有一些 就是 比如說開始的那些 齊筆書筆好像不一樣 尤其是 我覺得他那個 像以前老是說的 繞圈圈 但是這個帖子感覺是 就是一繞好像就 就不對了 所以 就是寫得很困惑 不知道怎麼個起筆和收筆 嗯 講得非常好 那麼這個我沒有講的就是說 這個 這個 曾座衛和這個 極致稿這個筆法是跟藍廷序完全不一樣 那麼很多的這個筆法 實際上這個 張偉在這兒做的大部分都已經做對了 就是說這個筆下去 直接就這麼就寫了 他沒有說是還要還要這個這個這個 左繞一下 右繞一下 那麼都是很直接的 那麼這個就是 雖然說這個字型不相似 那麼這個用筆的這個方法 基本上已經就是不遠了 那麼就是現在需要的就是 堅持用這個方法去接著寫 一個方法的話就是說 先用這個記之稿 體會到他這個筆法是怎麼樣使用了之後 然後的話 再把這個方法應用到這個 這個正座位裡面 這個記之稿的話 一個一個最大的問題的話 也不是問題 它的一個最大的缺點是因為它字數不夠多 那麼很多人的話就認為這個這個記之稿 你這個這個 寫了沒用 沒用是為什麼 就是它字數少 那麼不能給你有日常書寫的各種各樣的變化 它不能都提供給你 但是如果你是把這個筆法掌握住了之後 然後應用到這個真座位裡面 然後你再把真座位 用這樣的方法寫通了之後 再加以一定的變通 那麼就基本上就無往而不利 好 大海你要不要講講這個章位的寫的這一件 大海不在 大海在 他剛才mute了 對不起我剛才去倒咖啡去了 我覺得很好啊寫的很自然 然後它的用墨也我覺得是 就這方面我沒有做到 有濃淡有那個色的那種感覺 它這個應該是毛鞭子 對這個毛鞭子好像感覺如果寫慢了 就很容易暈開 我就開始前面第一行特別明顯 就是暈得很嚴重 然後後面就想盡量寫快一點 但是一寫快了 就是其實自己根本就不知道那個字怎麼寫 所以就寫的歪歪歇歇 然後也完全 也不一樣 但是就是要這種效果 我覺得 你反而寫的快了 反而又有這種連貫性的那種感覺 就感覺好像這個帖子就不能描 像以前寫 張夢甫的會有點描的感覺 但是這個帖子你要寫一描 就我也不知道是我的紙不對 還是說這個寫的這個帖子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必須得很快的寫下去 那麼這個大海這個評論的話講得也非常好 張維剛才講的這個 也講的自己這個感受也講得非常好 那麼如果是大家這個 要領會他們這個意思的話 那麼就是說你在寫這個帖子的時候 有的時候這個字的這個結構 確實不是說它的唯一的重要的一個成分 那麼它所體現的這麼一個精神 如果是大家手上有這個記者 搞的話現在可以去對著看一下 它所要體現的這麼一個精神 實際上就是在我們在書寫的過程中 要不顧一切的 不顧這個筆法的這個細節 或者是這個結構的細節 用一種非常自然的這個這個手上的反應 把你想要寫的字寫出來 那麼這個剛開始明貼的時候會很困難 那麼當你寫熟了之後的話 你把它這一套方法掌握了之後 這個就很容易的話 就把這個形式就表達出來了 那麼這跟這個藍天序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體驗 一個寫法 那麼這個張偉也體會到了 那麼從這個 我這個角度來看 那麼這件東西的話在精神上 雖然我們講這個結構上 字的結構上筆法上 或者有各種各樣的不完美 在這個精神上 就是說它需要寫的很快 而且在這個結構上沒有按 不可能完全追蹤這個圓帖的這個情況下 那麼它這個精神寫得非常的像這個圓帖 Mary的話 實際上就是剛才在講的這麼 跟你講到的這麼一點 就是說 當你把這個放鬆了之後 只是想把這個字寫出來 而不是完全考慮它這個筆法和字的結構的細節 那麼這是我們需要追求的 那麼這個寫得非常好 那麼很重要的一點 我們記得當初這個 那個誰他的名字我都忘掉了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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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的時候 這個張偉這個這個點評的時候 說這個小手還抖一抖的 每天這個手也不抖了 寫這個字天 手也不抖了 永梅 永梅對 永梅那個那個是經典 咱們應該是重新在咱們 咱們這個這個書院的這個 微信上給他發一下 大家關於這個還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忘忘了 老師我還是比較糾結的就是說 如果我完全放鬆了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寫 那我還要去領別人的帖幹嘛 所以說我給你一個過程啊 星期一你多少時間 星期二多少時間 然後到星期五你就 就有很多東西就 零的就在你手上 明白 明白這個道理嗎 明白 我去做一下 試著做一下 試著做一下 不會非常容易 那麼張偉的話 基本上就繼續按這個這個這個 方法去寫 那麼也是同樣的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那麼多注重一下就是說這個這個結構用力 然後到後面的話就慢慢的放鬆 慢慢的放鬆 那麼我們要的精神最終需要達到的 那麼實際上是這麼一個一個狀態 是的 老師那這個就是它滑掉的要靈嗎 還是就把它控過去就好了 你喜歡靈就靈 但是你會覺得它這個滑掉的你靈了之後 也給它滑掉就更像元帖了 嗯 是 它這個就很像 那字寫不過咱們把它給圖圖摸摸 還是能感受他們 很多地方寫得很好看的 如果是大家去看這個挺字 寫得已經是非常好了 這個挺字 這個挺字 都寫得非常好了 那麼就是說 很自然 很自然 非常非常的自然 那麼這個是也許是 這個這個就是說 也許這個貼紙正是對了這個這個這個張薇的這個 他的這個心裡面的感覺和手上的這麼一種動作 我們這個講的話就是叫一個Click吧 就是說這個戀愛找到了對象了 好 好 謝謝老師 這個還是Merry的對吧 這是我第一次寫的 第一次寫的 你這個這個明顯的這個狀況的話 就是說這個放鬆的不如這個張薇 對 這個楊老師 大家要不要休息一下 今天應該是上到十二點對吧 對 今天是兩節課 老師也休息休息吧 休息休息個十分鐘吧 好吧 然後咱們再一節課點完 把它點評完 然後再做一下演示 做一下示範 好吧 好的 好 好 希望這個點評能盡快玩完了 最後給大家演示一下 給大家一個一個出發點吧 這是楊老師的蘭婷序 楊老師先講一下 你這個這個這個寒假期間 你都寫了些什麼 還在嗎楊老師 在的 可能還沒回來 可能還沒回來 稍微再等一等 看一下 那麼下面先講誰的 這是大海的 大海的這個這個示範 這個是老的是吧大海的這個 對 對 這個是 19年寫的 7月份 當時比較熟一些 所以你也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說很多地方的話 就放得比較開一些 那麼希望大家的話 希望大家的話 就比如說大家看現在看這個大海寫的這個 這個就是也有很多細節 也有很多這個 寫得比較自由吧 但是中間的話有一些問題的話 就是說還是沒有放得特別的開 還是就是說 雖然在自行上是大概是在一步一步的到跟著這個原貼在做 但是在真實的寫的時候呢 沒有讓自己這個精神附體 然後把它給放鬆了來寫 大海你明白我講的什麼意思吧 不是很明白 就是說還沒有進入到這個這個 這個嚴真卿的這個本身的書寫的這麼一個狀態 那麼你還是在踩著這個嚴真卿的腳印在走 而是沒有用這個嚴真卿的這種思想的方法來走 你是在踩著他的腳印走 而不是說要按照他的路來走 我大概這個區別你大概明白吧 這個我知道 因為我寫的時候根本沒有想他寫的時候是什麼狀態 什麼心情或者什麼 我只是看那個字 我就是寫的字 而不是想到其他的 因為我覺得他的字太美了 我就想要再寫那個字的那個 所以這個態度完全是不端正 不對 沒有 我覺得沒有不端正 我覺得這就是 至少你能看到他的美 我連他那個 我還沒有到你的這個程度 太美了 寫到這樣就不能再美了 所以我的出發點是這個 所以這個完全是不對 在這個事情上沒有對和不對的問題 如果是廣大同學都寫成這個樣子 全世界人民都寫成這個樣子的話 我非常非常高興 但是龍王嘛 龍王這個要求要更高一些 龍王這個要求要更高一些 這個 就是說 在這個 在這個地方 在達到這個層次之後 咱們怎麼再上一層 那麼這個 實際上就是說 用禪的這個思想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們是把所有的這些規律 所有的這種 佛學的這個理念什麼都學會了 但是就是還沒有自己去體會到 這些理念這種思想是怎麼來的 那麼這中間就是隔了一層 那麼知道 就是說還是在就是說 要用一種固定的方法來支持自己 做什麼一件事情 而且還沒有是從自己心裡面 產生的一種新的方法來做自己的事情 那麼這個是中間的這麼一差的 這中間隔了多少 咱們不知道每個人的這個情況都不一樣 那麼一個比較好的辦法 就是我剛才說的 先跟這個Marie說的 就是看這個字帖的時候 然後這個手不要停 那麼就保持這中間這個過程 就是說我寫的時候 就是覺得很直接 就是說 紙筆和手就是 就是直接在那個 在那個交互 但是沒有 沒有那個跳出來的那種感覺 就是 就喝過酒 那個迷迷糊糊那種感覺 就就可能 可能要喝點酒 會找到那種感覺 喝小酒 像李龍一樣 可以試試 那麼這個 慢慢來 慢慢來也不用著急 就是說再往下一步怎麼走的話 就是說一個平台再出去的話 往往是一個很困難的 沒有了 沒有了 還是大海的 還是大海的 這個是李龍 李龍昨天貼出來之後 大家都一片驚叫 李龍這一次 確實是寫得相當的不錯 那麼 是不是這個完美 那當然不是完美 那麼這中間的話 就是說很多這個 筆法什麼什麼的 我都看到很多問題都解決了 李龍你要不要自己再講一下 你這個寫的時候 是怎麼一種狀態在寫 嗯 狀態反正我覺得還寫這個寫下來有點還算輕鬆的 比如說寫這一張的話大概是多少時間 那我沒計算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60個字嗎 還是怎麼 還是整個這一張 這一張上面大概有一百多 那不止一百多 對 反正快 就是說應該不會太慢 但是對 其實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在這個裡面寫的當中的話 就是這個狀態是相對是放鬆的 那麼這個是我們需要 就是說每一個人都需要 能夠在這種放鬆的狀態上面寫字 然後在這種放鬆的狀態 讓我們就看到它很多 其實寫得相當不錯了 還有這個字字 那 那麼以前的話 好像是還比較成問題的一些 一些點話都做得相當好了 那現在就是說 你現在是打算是繼續還是寫這個呢 還是改寫別的 嗯 我 我覺得 我還是有點想繼續吧 因為我覺得 我的那個筆還不夠乾淨利索 就是那個那個有的起筆 我就覺得收筆還是很容易 嗯 就是說就是說 就是我基本功我覺得還不老 嗯 因為我覺得有的時候寫字的時候 就寫著寫著感覺就 就說 就很 很馬虎 就寫快了之後 就是該注意的還是沒注意到 就是我希望就是說 能夠把它真正的就是說 就是隨心所欲寫的時候 還能夠按照那個那個 那個什麼提案啊或者這些來寫吧 OK 行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想法 這個想法也很好啊 我們可以就是這個貼紙繼續寫下去 再寫下去的時候 就是你剛才說的 就是一些起筆的動作的話 就一樣 像這個樹的這個起筆 尤其是這個樹的這個起筆 這個基本動作對了 但是還要是少了一個 這個筆下去的時候要往左 這個右上稍微走一下 然後再翻下來 那麼這是這麼一個動作 然後還有就是一些比較短的一些筆畫 尤其是要要注意寫的非常非常的挺拔 那麼例子 比如說像這個折 這麼很短的一筆 寫得非常挺拔 這邊這個短橫非的這個短橫 這個短數要寫得非常非常挺拔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的話就是字的結構 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的話 現在大部分你的字的話 還是稍微偏瘦高 那麼可以再向左右拓展一下 好的 因為這個很多蠟都寫得非常非常好 然後大家有什麼仰慕之情要表達的 老師我問現在那個 你利用這個寫字的大小是屬於小凱嗎 這個應該是跟原鐵差不多大的字吧 應該差不多 對 對 你寫的時候 上面有沒有點格子 沒有 沒有 寫得很整齊 如果沒有格子寫的話 這個是露西亞這個間接地表達了她的這個仰慕 能把這個字寫得這麼整齊 確實很厲害 非常厲害 非常厲害 非常棒 重也沒格 橫也沒格 這個我都沒注意 這個表揚一下 這個是非常不容易的 這個字的 基本上能夠寫得這個大小均勻 而且不用格子 這個非常厲害 這個非常厲害 下一步的話 就是說把這個點畫再收拾乾淨 然後把這個字的結構再繼續收集 好的 謝謝 劉醫師的出生證 好 那麼下面的話 這已經不是秘密了 所以可以多放 那個楊老師回來了嗎 剛才楊老師那個 那個藍婷婿 楊老師回來了嗎 回來了 回來了 在這兒 你那個藍婷婿剛才跳過沒講 就是因為要等你回來 直接批評 我還以為太難看了 大家就不說了 哪兒啊 找我一下 楊老師先講一下吧 你這個暑假期間也寫了不少字對吧 對我寒假還是寫多寶塔 一直寫每天寫 我沒像綠蓉寫那麼多 我之所以寫的慢 我現在知道覺得我的字寫的大 我的字寫的比別人大一點 所以我一天寫60個字 基本上每天都寫 然後 後來就是就像綠蓉說的 就像談戀愛似的 談到後來有點不想談了 就覺得 開始覺得沒意思 後來我就想 欸怎麼辦呢 然後我就拿出了真作未天 我一看又不行 看都看不懂 我就怕一把筆放開了 我就回不來了 就變得爛七八糟 跟以前又一樣了 所以我就去看藍廷序 我還是很喜歡藍廷序 我覺得特別漂亮 後來我就開始寫了 然後寫的時候呢 剛開始的時候 怎麼覺得跟第一個字 永和豆漿 永和豆漿 跟那個那個 好像跟那個多寶台 不是特別大的區別吧 但是寫到後來寫到碎字的時候 就感覺到 哇 我覺得它的碎字好漂亮 然後就開始不一樣 實際上這個 雖然我說這是我第一次零 但是不是我寫的第一筆 因為我剛開始的時候 都一個字要寫 起碼三個吧 就三個三個怎麼 一直練下來 一直練到 若和儀器 那個那個 都寫到那兒了 都快寫完了 然後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 就又回去寫 從這個就是 回去寫 有的地方還是會寫兩個字 三個字 然後還是沒寫完 一直寫到昨天晚上十點半 嗯嗯嗯 寫到最後 故之一生死 就寫到那個地方 故之一死 成為攜帶 成為攜帶 然後覺得 因為有多寶塔的這個底子 我特別慶幸 我一上來就是多寶塔 中規中矩的寫了八個月 然後到這個地方 開始放開的時候呢 就不會感覺到那麼 找不到北了 剛開始我很害怕 真的第一筆 滑了半天寫不下去的感覺 但是一旦下去了 就會 就會開始感到 啊 我能夠基本上 照著自貼的大小來做 啊 他大我多大 他小我小 就爭取別 剛開始都寫的一樣大 都是回不來的那感覺 挺有意思的 挺好玩的 絕對找了一個新的男朋友 哈哈哈哈 洗心研究 啊 是 我本來都開始 又想去學另外一個東西 但是 藍廷訊一開始寫的時候 我馬上把那個放了 我知道沒有時間 不可能 我一天還是要三四個小時 在這個東西上 好 那你是打算這個 這個學期就寫這個 藍廷訊還是怎麼樣 我看了那個大海寫的那個 蒸作為帖之後有信心了 因為最起碼那字我都知道是啥了 哈哈哈哈 就像露西亞說的 拿大海那個去淋吧 哈哈 所以我兩個都走 我 我覺得他寫這個也很 就說跟這個 就也很漂亮 我認為 我覺得 我可以 我不是說我可以 我覺得我想挑戰一下 不然那我 我離你們太遠了 我為什麼不說話 我就 這次你們大家交了作業以後 我才覺得 哎呀媽呀 原來我就是在寫大字 可是你們是在讀書 就那樣 沒有 這個 我的建議的話 就是說這個藍廷訊的話 跟這個蒸作為的話 不太適合於同時寫 因為兩個這個這個用筆的方法 不太一樣 完全不太一樣 OK 那麼你或者是就是選定寫這個 這個藍廷訊 或者就是選定寫這個 蒸作為 那麼這個是用筆是兩個極端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因為在這個 多寶塔和這個藍提序相對說來比較接近 因為它有很多這種調風的動作都在裡面 這個筆怎麼下去了 怎麼樣回來了 怎麼樣走 很多動作是一樣的 就是說這個程度不太一樣 處理表現不太一樣 但是這個 蒸作為的話 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說你這個需要拿定你的主意 你也許可以 剛開始你也可以試一試 看看究竟你更喜歡哪個都可以 但是我覺得 藍廷訊還是 因為從一眼望去 我覺得它真的 尤其是寫下來之後 這字我覺得有個奇怪的地方 一眼望去 也許你覺得它不怎麼變不好看 或者爛七八糟的 一旦寫起來的時候 就開始發現 每一個字的美就都出來了 對 所以我已經開始覺得藍廷訊特別的美 好 那你就先寫藍廷訊吧 因為藍廷訊本身的話 這用笔非常複雜 細節非常非常的多 那麼我看你 林的這個 這個所有的這些細節 你都觀察到了 這個細節都觀察到了 也在盡量做一些表達 表達出來也有的 那麼這個需要改進的是 這個字的結構 這個字的結構 基本上可以說是大部分都不是特別 都不準 所以說看上去的話 就是說不是特別挺拔 那麼這個是需要改進 我寫的時候就像你說的 看著寫 這個筆啊 演員在這邊看著筆在這邊寫 回來看 呦太靠這邊了太靠那邊了太長了 所以還是不能看著寫 只能是 看一筆寫一筆 哎呀慢死了慢死了 這個藍廷訊的話 是需要這樣來寫 就是說你要看一筆寫一筆 然後再慢慢的話 把每個筆 在這個一點一個畫 那麼給它弄成一個整個的字 那麼這個寫法是跟這個 真座位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你如果要寫這個的話 一點問題都沒有 那麼如果是需要哪些筆法演示的話 那麼也就告訴我 那麼這個總體說來的話 就是看你這個寫的這些 就是說你很多它的細節 你都是看到的 那麼也基本上都表達出來了 那麼這個差別的話 就是說你把他們這個相對位置要放對 然後長啊短啊那個位置放對 然後這個就好看了 那麼現在的話就是說 在這個上面還差一些 看老些差一大多一點 那也有些字寫得很好 像這個魚這兒 這個就寫得非常 就相對比較準確了 這個隨這兒也比較準確 那古這兒的話差一點 這個人這兒還可以 好的 那麼大家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要對楊老師說的 大家這個藍廷序都是寫過的 對楊老師有什麼什麼這個這個 評論的或者是鼓勵或者是這個 我覺得他的基情 然後的他這個肯定寫得好藍廷序 我也覺得藍廷序挺適合他的 關鍵是他有這麼一個感覺 像找了一新男朋友一樣 你們到時候寫的時候有嗎 對 我覺得老師你是否給楊老師示範一下那幾個支 可以的沒有問題 好 我看那個樂密在嗎 樂密post了一個他的作業 我不知道樂密是不是 那我把它給點開看一下 因為我讓他post了一個 他剛剛那個上傳的 好的 好的 再重新再點一下 可能要重新分享 需要重新分享 謝謝 這個樂密在嗎 不知道他好像不在 不在 那你就先記一下吧 我在 在就好 好的 看來這個的話是跟你比較對樂 這個也是我第一次寫 所以說有一點 寫得有一點 我自己覺得好像有一點放不開 你有一些不知所措的地方 但是這個就是對你原來的這個 你的這個用筆方法的話 其實跟這個比較接近一些 那麼 整個的話就是說比較拘謹 第一個是比較拘謹 但是這個用筆的話就是說 你原來你這個大概是寫習慣的一個方法 你就是不太有太多的這種提案或者調封的動作 寫這個貼紙的話就相對說來就比較合適 嗯 那麼你現在需要的話就是說去回頭看到他這個貼紙 需要注意的就是我剛才其實是跟Mary講的那個話 對你非常適用 就是說你在看的時候寫的時候這個手不要停 是是是是你剛才說的時候我已經又寫了一篇了 我覺得這篇比那篇寫得好了 嗯 就是說你說的要中間不要停 我剛才就是按照這樣做 就是一筆 就是說眼睛 你說的就是說眼睛 看著鐵然後還在手在一直在動 我試了一下是還是可以的這樣子 還是可以的 那麼現在就是說從這個筆法上的話 就是說你現在的話這個這個 雖然是跟這個嚴正清這個方法更接近 但是有一點的需要注意就是說這個 要有些地方要摁得很重很重的地方 這個要定一下 這個原鐵有很多地方摁得重 基本上都沒有 那麼這個要注意 嗯 是 那麼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這個條鋒的方法 那麼這個是在這個多寶塔裡面 基本上沒有的 那麼就是這個 我給你具體說一下 那麼一個的話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你看到這一筆這個朽字 你看到了嗎 嗯 朽字從這轉過來這個地方 這個過來的時候這個筆的話 就是說是要稍微的擰一下 擰一下 稍微轉一下 讓這個地方的話 你實際上要稍微多做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的話就是這個筆風往下 稍微走一點 然後再回去 哦 那 就說筆要轉一下 筆要轉一下 筆 我待會兒給大家演示一下 然後就是你這個到這個地方要結束的時候 這個地方這個筆也要轉一下 然後再回去 嗯 OK 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是說你這個方法的話 還是就是剛才跟那個Mary講的 是差不多的 就是說你第一次 星期一的話 你這個 慢一點 然後這個循序鍵 這個速度逐漸推快 然後到最後一天的話 把這個速度提高 然後用這個方法去嘗試一下這個創作 好的 好的 謝謝 沒有什麼別的問題的話 那麼現在我就給大家演示一下 啊 先就是中國未來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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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现在我就 stop share 看这个相机好了 谢谢观看 我们刚才讲到的话 就是说 米符对贴纸 最大的表扬 就是说 它是一个转奏笔法 转奏笔法是什么意思呢 有些同学 已经是写过了 一个学期的转书 那么就大概是知道 这个转奏笔法 这个笔法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笔的话是不见风的 不出风的 那么就是你在下笔的时候 这个笔风要长住 这么转过来 那么这是第一个字 大家分到第一个字 这是11月的这个十字 然后它上来的时候 是同样的 这个笔风转一下 那么稍微就长住 出风的时候 下面要玩的时候 稍微出一点点风 那么这是个十字 大家看得到吧 看得到 看得到 比较小 因为它这个字贴的 这个圆贴就比较小 我可以再稍微写大一点 那么大家看到 我这个动作的话 就是不虚不及 是什么一个意思 这个笔下去的时候 这个笔风的话 要稍微动一下 这个长住 然后转过去 要结束的时候 这个上来的 要过来的时候 也要转移一下下来 那么这是这个 所有的这个 颜真心的 这个笔法的一个基础 然后下面这个一字 11月的这个一字的话 那么它这个 有击中写法 一个写法的话 就是你这个笔风 下去之后 往上推 然后在要结束的时候 那就直接就提起来 就不像这个蓝亭 写到这个后面的话 这个蓝亭序的话 跟这个杨老师的话 也可以看 这个蓝亭序的这个写法的话 你这个一写完了之后呢 它要过来 要回来 这个一是这样写的 然后这个笔 前面的话 它要露出笔风 后面的话 它这个笔风要收住 但在颜真心的这个笔法 尤其是这个 增座位的话 那么这个是它 它整个就是 圆乎乎的一条棍 就基本上是 圆乎乎的一条棍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形态上的 这个区别 是怎么样的 这是11 就是上面 这个是蓝亭序的 然后这个是 这个增座位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 这么一个用笔方法 那么我就现在的话 把这个下面几个字的话 就这样连续不断的 给大家写一下 看一下我这个书写的 这么一个状态 是怎么一个样子 就是十 你看我也在 不停的看字贴 但是我这个手就没有停 我在这个地方 没有把这所有的细节 都按照它 完全它一样的方法来写 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楷书的这么一个写法 然后这个地方 起笔的时候 这个笔方式 是从下面上来 这个地方先写一个 很精子光录的 这个金子 那么这是一个 楷书的这么一个斜钩 这个路这它有些地方 它这个笔是提起来的 这个大刀 这个起头的这个地方 它这个笔跟上面 它有一点连带 所以你看到它有点小头过来 然后它这一笔条过来的时候 它是直接跟着一个撇的话 它是连着的 然后这个笔这儿 这个是比较古怪的一个 第二横的话 它比较古怪的一个写法 为什么呢 它这一笔的话 它是从下面推上去的 然后这边绕过来 转一圈写下来 然后这个纳的话 是一个比较标准的 一个楷书的纳 简这儿 那么基本上的话 就是说 咱们写的时候 就是我刚才这种状态 那么在写的时候 就是说一些细节 不要太过拘泥 但是写每一笔的时候 咱们这个笔锋 都要把它给守住 不要让它这个 尤其是起笔的时候 这个笔锋的话 能够不漏的话 就不要漏出来 大家有什么问题 现在 老师那你说的 那个长峰起笔的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是用比较尖的笔 这东西就不好做 问题提得很好 如果是大家仔细看 我这个笔锋的话 我这个笔的话 还是比较新的 还是比较新的一支笔 那么就是说 这个关键的这么一个动作 在关键的这么一个动作 就是说 大家还可以 不能再拉得太近 可以写大一点试试 比如这一横 你在笔锋落指之后的话 要尽快把它给按下去 尽快把它给按下去 或者是说 你回头绕过去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你要把这个笔锋给它藏住 应该说是 对于这个比较新的一支笔 非常尖的一支笔 这确实是比较有挑战性 所以我刚才讲课的时候 告诉大家 是要用什么 用旧笔 那么如果是你这个笔特别新 有什么办法 那么就是说 你这个下去的时候 你要绕一圈 或者是说 你从下面走 从下面走 那么这个各种各样的动作 你都可以尝试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在原贴里面 它都是有的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刚才你说这个体 和蓝婷序的体不一样 蓝婷序那之前呢 好像是带个尖 有的时候还非常金金的 他这都是藏风 那是说他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 他就知道他用什么体 那他就一定藏风 是不是 不是 他在写这个的时候 他个人的笔法就是这样 那么如果他是一个的话 他需要写得快 写得快的话 他就是所有的这些小动作 他就干脆就忽略他不去做 他能不能写到蓝婷序那样 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说 他在写这个具体的过程中 那么他就是在这个笔 从于不断的运动当中 那么他的全部的这个目的 他这个笔在运动的这个目的 他就是为了把它写成这么一个字 然后达到的一个客观的效果 就像他就所有的笔 他基本上都藏住了 但是他也都是完全藏住 那么有时候他也会有一些漏风 明白了 就跟他的情绪有关 跟他的情绪有关 跟他情绪有关 大家 这个 这一点是不是已经足够 大家可以开始了 还是怎么样 再多看一下 老师您刚才说 可以顺便再写一下 就是起笔横的那个 就是比较清楚 可以的 起笔横 横的起笔的话 实际上就是跟刚才 我这个演示的地方 是完全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要 横的起笔起得干净的话 就是这个笔风 直接摁下去 然后直接就往这边拉 就没有多余的动作 那么这个 这个是尤其是在这个 晚年的这个 延江庙碑当中 尤其是这样 这个笔的话 它是直接就按下去 然后就这么就出来 那么这个 就是这么一个动作 非常干净 它不是说我在这边 绕这么一大圈 然后再怎么着 然后再出去 不是的 那么就是非常干净 利落地下去 它这个 这个也算是长风 这个不算 就是直接 就是精炼 有一个这个概念的话 其实我刚才讲 这个Jerry的时候 那个动作也稍微讲了一下 这个长风 不等于完全这个笔风 出来 如果是这个 所有的点话 都是圆乎乎的 那么这个 古代的人这个说法 这个字的话 叫莫珠 因为它没有精神 那么 不管是你长风 不长风 这个字的话 一定说 就是说 该尖的地方 该尖锐的地方 它还是要尖锐 就比如说 这一横 这一下来之后 它整个给你的一个感觉 它是这个 这个比较 比较圆乎乎的 就是说 比如说 我再写一个 那么这一横下来之后 它整个的感觉 是圆乎乎的 胖胖的 但是它该出精神的时候 就是这个 对对 这边的话 它仍然是非常非常尖锐的 明白了 老师 我能再问一问题吗 问 那个米福说 颜真轻的这个 曾座位贴是 突笔 字字 一相连数 怎么理解 字相连数 就是说 我刚才讲的 你在写的时候 或者你在看的时候 要零的时候 这个笔不停的动 就是说 整个这个书写过程中 你这个气就不断 比如说 我就刚才把它 接着往下写好了 叫 这个行步上书 那么 我一直在 一边看贴 一边在写 所以说 大家看到我 这个写的这么一个状态 是怎么样 我也跟大家是一样的 一边看 一边在写 不是说 我这个中间的话 我这是停下来了 专门在写 或者是怎么样 那么就是 这个字相连数 它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你在写的时候 你不能 就是说 这个意思 它是从一个字 贯通到另外一个字 就是说 每一个字中间 你看着它 实际上是断的 但是它在写的过程中 它没有停动过 那么这个叫 自相连组 什么地方体现 那个突比 突比 对 米弗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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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话 你要这个突比 它是怎么样看的话 这个米弗没有说过这句话 我不知道是从哪来的 你要看那个突比的话 要去看那个 那个记者文稿 你看到它有很多 这个我看看能不能把那个分享给大家 讲一下 老师就是或者我想问大海 就是说技术上 如果要是描成那个样子 我觉得我可以去描 但是就好像我为什么要去描 就比如说蓝情绪 我知道它是美 这个我就是 我就我就不 就我为什么要达到那个效果 我现在这个 你还有一个坎儿 思想 还有一个坎儿 那大海先讲吧 这个是你已经被班长点名了 这个就是用笔吧 你要学它的用笔 像我觉得它的差别 蓝亭旭和那个机制稿的 颜真轻的差别 就是它 它转折条封的时候 蓝亭旭它是明显的 它是在那个笔画外面的 你看到它 那个调封的动作 那颜真轻的话 它在转折条封 它的所有的笔间 所有的时候 也不是所有的时候 基本上都在那个笔画中间 所以它那个颜真轻的那个写法 其实也不容易 它有一些小动作 坐在那笔画中间 它基本上 很少把它写到外面 这种感觉 所以你看它的笔画 就是比较 就没有锋芒吧 这意思就是说 芒细枝的那个是外在的形态美 这个如果你要真能一下写出来 能像就是能内在的联系 也是要 也不容易 也是要很有 就是笔法 也要那个技术含量 也很多的 对 我是觉得它能 而且它跟我 我其实这笔法 用笔 这就是不一样的 像刚才老师说的 嗯 当对的那个方法 对 我就说如果要像杨老师说的 我同意 如果要想挑战自己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挑战 但我就想知道 我挑战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那那那那就是说 像你说的 能达到那个 你认为那个 就是这个笔法内在的 OK OK 那我去 那我去体会一下 我也不知道 我是瞎说的 我不知道 说的对不对 说的好 基本意思就是这样 大家已经说了 就是说 我们这个是 一种不同的这个笔法 一个不同的笔法 那么这个 当然这个中间 跟具体理解有关系 就是说 蓝亭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动作的话 那么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它是一定都是包含在 它的内阔之内的 它是反复的在这样做 这是在蓝亭当中 它是怎么样做的 那么像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说 它所有的动作的话 就是说 它没有说在你这个点画 之内打圈 而是就是说 它这个就 就基本上就是说 到这个位置 它就走出去了 那么刚才讲到 这个这个突笔 这个米弗讲 这个突笔 我不知道它这个 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突笔的话 实际上就是说 我在这个 这个记者文稿里面 是比较清楚的 你看这个下笔 这些笔尖的话 这个都是因为 这个笔不是很尖了 那么它造成 这个就是它这个突笔的意思吧 放大一点 大家可以看 比如像这些地方 那么也就是说 我跟大家说 为什么要用这个 旧一点的笔 这个是比较好一些 那么这个道理 也是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有跟班长 同样的一个困惑 我就说为什么要学这个 那后来我看看老师 第一张slide上面写了几个美 说要欣赏书法的哲学美 还有一个什么 结构美 心理美 我觉得那个 那个蓝天序的那个书法呢 我就很明显的能感觉到 它结构真的很美 然后回到刚才这个 这个那个 争作为贴 对 争作为贴的话 以我们现在的水平 包括班长 好像还没有欣赏到 它结构上 是怎么样的美法 没有说一个很令 我们一下子就 喜欢上 然后谈恋爱 找新男朋友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几个美 还得好好 做磨做磨 去怎么去体会它 也就是说它还不够你心目中 新男朋友的 对 从可能估计要从别的美学 就是除了结构美 还要从那个心理美 还有哲学美 去去体会那个 曾作为贴是咋的美法 要不云在你来讲一下 云在是比较喜欢 这个哲学的思考 你来稍微讲一下 这个 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就是高岩和文凭的 他们的困惑 确实挺能理解的 就是对于美的这样一个感受 本身它也有主观性吧 首先它有主观性 那么这种主观性 是基于很多 它原有的经验和认识 那么在它的这个美学概念当中 可能开始比较接受的 就是这样一个 像王熙之的这个 这个书法的这样一种类型 它一看上去就是非常流美 它和一种所谓规范的美 那么但是美它有不同的样态 那如果要能去体会 它不同样态的美的时候 可能就是说 一种方式 就是说你先保留自己的 疑惑 去接近它 感受它 因为你现在 如果只是从一个外在形态上 你只是看的话 不一定能体验 就像其实我现在 如果写一个 梦法师碑 我现在在练这个楷书 其实我一眼看过去 我不觉得它美 我甚至觉得 它有什么美的地方 但是当你一遍一遍灵犀 在你的这个实践的体验当中 你就慢慢感触到 它确实它的美是在那里的 所以呢 就是我建议如果你想尝试这样一种新的这样一个书法的类型的话 你可以先放下自己的疑惑 先把自我原有的经验 先打掉 然后去无我的去接近它 感受它 也许这也是一种方式 当然如果你内心很排斥 都没有接近的欲望 我也觉得可以在王羲之的笔法里面 去不断的去经验深度的走 因为书图是同归的 就像老师曾经说过 其实你任何一个名家的这种经典的这个作品 你最后都会走通的 云仔讲得很好 那么这个就是说 我这是举个例子 那么就是说补充一下这个云仔讲的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看风景的话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看风景这么一个例子 大家没有任何一个人反对在喜欢这个小桥流水的时候 同时还喜欢去看一看大峡谷 那么这是一个美的两个极端 像大峡谷那种条件的话 就是说是穷山恶水 如果让你生活在那儿的话 你大概是一辈子都不愿意的 但是偶尔你还是要去体验体验 去发现一下他这个震撼的这么一种能力 那么实际上这个我们在体会这个王羲之和颜真卿 甚至包括以后我们可能还要讲到一些现在的这个丑术之类的 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同的对美学经验的体验和对一种过去经验的一个重复或者这么个突破 那么谢谢云仔这个讲得很清楚 大家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可以接近或是没有办法 那么这个文凭 谢谢云仔 还得慢慢琢磨 还得慢慢琢磨 对 你现在对象先不要把它预设为一米八 有波士文凭 这个可以预想为一个开摩托的 冲击国会山的也可以的 对就是一个张国荣和那个高昌剑的那个比较吧 你一开始觉得高昌剑这个人怎么这么这么那个 但是你仔细体验一下他说的也有他美的地方 嗯 这个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多少人看过这个三国 三国里面是谁喜欢哪一个英雄最喜欢的 咱们就比如说这个关羽张飞赵云 那么这都是不同的这个美的这种这种点点范哈 那么也可以从这么一个角度去去理解一下 好那么刚才还有还有什么演示需要做的 就是这个这个真作为贴的话 大家还有没有还需要这个演示的 老师你能把那个颜字演示一遍吗 我看那都是一个大哥的 我看那都是一个大哥的 我这个字写的太小了 这个课的不清楚 颜字啊 你说颜真轻的颜字就是那个字 对对对对 你可以把那个那个就是那个视频那个东西放开 颜字 这不是一个大家的 这个字的话写的是非常好 有几个地方按的比较重 大家看得到吧 看到 好那么这个颜字的话就是说你有几个几个方法可以去看 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最前面的话它有可能确实坏掉了一块 但是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在写的时候可以把它完全都给表达出来 那么如果是我们需要把它表达出来的话 那么我从下面的这个公字写起 这个公字 那么这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 在这个写的过程当中我也在不停的看字贴的 到这个地方 它实际上是这个笔它转过来 它这一点就行 然后是这样 Mogada 现在就开始创造这个Mogada 嗯 然后这边是这三笔 它基本上就稍微扭了一下就上去了 然后上去 这个笔的这个动作大家千万不要断掉了 我真正顺便给大家写了 像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我把这个连笔做出来了 新这也顺便写了 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地方我是做错了 这个不是带上来的 而是应该是长风推回来一下 那么基本上这个这个这么样写 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好 谢谢老师 还有谁需要再演示的 哪些动作需要演示的 没有的话 那么就给这个 Jerry也和这个杨老师 演示一下 Jerry可以回头看 那么刚才讲到这个 这个实际上跟那个乐涛问的 那个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横 这个旗笔怎么样干净利落 要带龙带脚 这个Jerry写的那个 那个 孔子庙堂碑 那么这个旗笔的话也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这个下笔要斩筋截铁 转过来 但是这个 孔子庙堂碑它最后收笔的时候 这个动作稍微不一样一点 它基本上没有那个嘎嘎 稍微收回来一点 那么这是一个横的动作 然后它这个 另外一个动作的话 就是说它那个轮角不够 就是它的这个钠 这个钠的话 大家要注意 就是说这个钠 出风一定要非常非常干净 这个钠 父子庙堂碑这个钠的话 它是比较直吧 然后到它最后要收的时候 就是大家看到我这个笔 慢慢提起来的时候 它提出来的最后的时候 它有这么一个最后的这个尖 大家看到我这个钠 这个钠的话 这个最重要的 就是要出能角 要见精神的 那么就是最后这一点尖 就是说这个一定要有 那么这个Jerry他写这个钠的时候 它是基本上写到这儿 那它这就含含糊糊的就起来了 这个的话就是说是 除了在写这个行书草书的时候的话 这个动作一般是要避免的 这个包括写我们这个写多宝塔 就是最后这个出风的这个尖 那么一定要是拉成这个样子 那么它才能建精神 老师我看有人写小凯是这样的 就是到最后就就崩一下就没有尖了 好像那是一种字体 那是一种特殊字体 可以那么写 就是这个像蝗虫的话 有很多就是那样写的 对对我就说 蝗虫是那样写的 那个夏老师 那个夏老师 夏实验老师的话 他有书也那样写 这个是一种属于一种字体吧 这个但是我们要写唐凯的话 但是就是说他们写的那种字体的话 就是说他们建精神的话是在别的地方上面 那么但是它是一定有非常又尖又细的 这种非常非常清晰的这么一种表达 它肯定都是有的 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现在大家看电视 要看这个至少要看high definition的 你不愿意看这个模模糊糊 隐隐作作的 那么就是 好像蓝亭序里边 有些那也是直接推出去 然后就没有尖的 是不是 对 我记得好像是 像那个人字 我就记得它是直接推出去的 对 那个是直接推出去的 那个尖是在哪里呢 就是你在推出去之后 那么它这个形状 就是说也是要well define 就是我们就说 它这个就是说 它这个形态的话 是要非常清晰 而不是模模糊糊的 就比如说 你说这个人字这个推出来的 那么它像有把刀一样的 那么这个动作也是清晰的 不是说它这个 因为长风它就可以模糊 这个动作就是它造成的形态 是要清晰的 OK 好 刚才那个高岩班长说 我们要这个阎老师的这个蓝亭序 可以演示一下 那么需要演示哪个动作 说是给红军老师 演示那个枝子 枝子 枝子的话 那么就是前两个枝子 第一个枝子 它第一点的话 它是一个躺着的点 它是卧点 我们叫 这个笔进来的时候 它非常尖 然后笔稍微提起来一点 之后绕回去 我忘掉它这个是不是要出来 好像是要出来 然后这个起笔 下一笔起笔的时候 这个是笔先落指 然后要把笔翻过来 这个笔已经断掉了 所以说这写得不好 然后到这儿提起来 稍微按下去之后 这个笔 笔要转过来 然后再转回来 然后再提过去 然后这就是下面这一笔的话 就是基本上是刚才 刚才这个文凭讲的这个笔 这个纳要推上去 那么这个动作 那么这是第一个枝子 基本上是这样写的 那就是说这个动作的话 就是相对说来的话 跟这个多宝塔的动作 这个复杂程度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这中间有几个关键点 一个是这个地方的话 这一点要绕一个圈 然后到这儿的话 这个笔进来之后 要这样翻过去 然后在这儿 再画一个圈 然后过来 然后再画一个圈 然后再出去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写法的话 那么也可以去体会一下 那么跟这个跟座位的话 有什么区别 那就是你第一个 知道这么一个写法 漂亮 漂亮 那么这个 刚才也讲到这个高岩 也讲到你那个钠 这个支支而那个钠的话 就是说你这个后面的话 还不够糊涂的话 那么这个原因 这个基本上是我来 就是两个都给演示一下 那么这个动作的话 实际上大家看到了 跟这个蓝蹄序的动作 这个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到这个钠的时候 稍微有点不一样 那么这个是多宝塔的这个支 那么高岩的话 你注意的话 就是说你的这个写字的时候 我这个已经就开始 往上做这么一个弧形的动作了 但是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还是基本上是一个直的 那么这个差别的话 就是在这 好 谢谢老师 那基本上 这个演示就差不多了 大家还有什么需要演示的 还是已经都累了 我倒不累 我可以就这么写 大家可以慢慢看 这个没有什么再需要演示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 增座位 要写增座位的就是这个第一页 把它这个写完 这一星期就集中写第一页 那么写的这个重点的这个方法 重点的这个方法 那么第一天的话 仔细观察到它的这种细节 尽量把它的细节表达出来 要多慢都可以写多慢 那么第二天的话 这个速度要加快一些 然后尽量保留 它的这个 你所能学到的一些东西 然后希望的话 就是说到 这个星期最后一天 交作业的时候 那么这个速度的话 就是能跟正常速度 写差不多了 然后杨老师的话 杨老师要写这个 这个蓝庭序的话 就写前面两行 蓝庭序一共是28行 所以说你 一个星期集中 精力写两行的话 这个学习下来 可以刚好给把它整个写完一遍 当然要多写的话 不限 还有人要继续写多宝塔的 或者是这个 这个 严家庙碑的话 那么保证每天 能写到60到100个在这 好的 那么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这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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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库老师 谢谢老师 再见 再见 再见